在领先三分的情况之下 林丹不至于拿不下一分吧 这也没有想到李宗伟这个球能够回过来 在第三拍的时候林丹也想赶紧解决 但是没想到有时候超之过急啊 真就是差那么一点就是一点 对对对 好 18比20 王老师怎么想和希望打成19 20平 你希望打成20平 对 然后加分打到30是吧 出击 出击 19比20 谢星方看着 谢星方可不希望就这样再打下去 真希望再打成30比29 又出击 20平 果然20平 20平 谢星方看这谢星方的表情啊 我们前方主席台是刘鹏减主的 然后是咱们以毛球协会 协会副主席比如说 对 然后在里面有三个人提伤了 还有啊 哎呀 这个不应该转身 不应该转身 对对对 不应该转身 不是他节奏已经乱了 刚才旧那个球的时候节奏已经乱了 所以真的就是像我们前面所说的 呃 林丹和李宗伟的这个比赛啊 长场比赛基本上就是一两分 嗯 今天晚上呢 打到现在 非常的精彩 对对对 这个 增设不少给这个活动是吧 对 你别看人家打好像自己不觉得累 如果轮到你自己上去 蹦蹦两下子 找他下来 作为他们两个人来说呢 这样的机会难得 作为观众欣赏比赛呢 也是机会难得 哦 一个斜线 点杀 二十 二比二十 比分也正常 正常正常 谢谢胖现在笑的 哇 这是真是一场非常精彩的 我相信 这也是我们非常难忘的一场 对 观众啊都站起来给两位运动员在鼓掌 那么四大天王争霸赛 冠军得主 就是林丹 这场比赛呢非常的精彩 也会是令人难忘的一场比赛 林丹获得一百万人民币的奖金 李宗伟呢也有四十万 第三 并列第三是陶菲特跟米特盖 也有二十万 嗯 好了观众朋友 2011世纪成碑 四大天王挑战赛的比赛 就为大家转播到这了 多谢各位的收看 观众朋友 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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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 拜拜 拜拜